这筷子都炸成骨锤了 东北自己的天赋罗 上次学做80年代的麻婆豆腐 有粉丝跟着做 说很好吃 那必须的呀 前段时间回老家 找到了本东北老菜谱 这里边必须包姜 95年的比我都大一岁 锅包肉这种做过就不做了 酸黄瓜炒肉丝 我咋没吃过这东北菜呢 搞一下 我还发现了个果汁番茄 我看这个制作过程 它要炸番茄 我网上都搜不到这个菜 搞一下 首先是猪肉切丝 我买这个是猪腿肉 它还带点肥油 那我们就不用倒油了 就用这个猪油吧 刀工是真不咋地 我得慢慢切 先切片再切丝 主播这个水平有限 我觉得肉片肉沫都行 5克的葱也要给它切成丝 它还要10克的姜 那不可能 我给它来个6克不错了 而且我要给它切成姜沫 我该给它切得碎碎的 切碎点炒完它就不辣了 酸黄瓜一瓶 这么一大瓶 配这么一点肉 你就想吃酸黄瓜了吧 我觉得咱来个5根吧 好吧 酸黄瓜也要给它切成丝 蔬菜就比肉好切 这切完跟黄瓜片似的 还得再切一点 有人喜欢吃这种酸黄瓜的吗 我吃那种很腻的披萨 炸鸡之类的 还挺喜欢吃的 而且这个酸黄瓜 切起来手感很好 耿揪了 有点弹性 起锅 咱直接丢两块肥肉 咱用这个猪肥油 把猪油给它煎出来 已经出油了 肥肉就不要了 下入肉丝 第一步先给它炒至变色 再加入葱丝和姜丝 给它稍微翻炒一下 炒的时候还注意一下 葱姜里边可能有水分 它容易崩 再加入大量的酸黄瓜丝 做这道菜的人 就是想吃酸黄瓜是吧 肉丝纯纯的配菜 我能大概想象到它的味道 可能会像东北的酸菜炒五花肉 应该是酸溜的贼下饭 最后加点盐和味精调味 家常菜就是简单 不到二分钟就搞定了 出锅装盘了 等会尝一下 接下来我们做果汁番茄 这个我很好奇 两个鸡蛋 再加入50克淀粉和15克面粉 给它们搅成糊糊备用 很喜欢和面的过程 只要它不让我用手 变成鸡蛋面糊了 这是不是可以直接摊鸡蛋饼吃了 首先西红柿洗干净 切成一厘米厚的圆片 一厘米是多少 根给它切一下 根不要 一厘米差不多这么厚 这么厚 如果你们要做的话 应该没人做 这是个好软 它不好切 我这一使劲 它这个馅都露出来了 这柿子买的不好 没买到 这个新鲜的柿子 坏了 这肯定用不了了 没事 我还有柿子 Tomato的 这西红柿怎么这么软 它不好切 不是西红柿不好切 是刀不行 我这个面包刀切起来贼 贼方便 有的时候不是人不行 是你的方法没照对 神奇海诺的做饭哲学 首先番茄裹满面粉 咱们一定要给它锅满 要不然它里边有水分 到处崩 是不是 然后再蘸上鸡蛋液 我们用一根超级长筷子 锅满 必须锅满 OK 开始下锅 祝我平安 我感觉裹不上 我一夹 我筷子夹的地方 它会漏 等会儿不肯定会崩我吗 等会儿崩我的话 我直接跑出厨房 来吧 说那时快 OK 非常平静 就开小果慢炸 大伙我感觉它要爆炸 它有一头已经飘起来了 不对不对 这个声音不太好 OK 第一个做出来了 有点小缺陷 有的地方没挂上户 可以理解第一次 第二个咱熟能生效 沾满粉 把粉给它压到细胞盒里 就跟你化妆似的 然后挂上鸡蛋户 给它翻转一下 怎么完全没挂住呢 没事 直接就是快速给它放锅里 OK 所有的番茄都炸完了 别人炸茄盒是用茄子 咱是用番茄 也是茄盒 这筷子都炸成骨锤了 接下来炒个酱 它这茄盒还是得配点酱的 要不然每分 有热至三成熟 加入番茄酱炒 不是太崩了吧 这个眼 都崩死我了 已经是小伙了 加入醋 加入15克醋 加入25克白糖 是这个散吗 这哪有果汁番茄的散啊 黑番茄啊 那不真成茄子了吗 再来上湿淀粉勾芡 我感觉是醋的问题 我倒出去了一点啊 然后咱们再加入点番茄酱 给它调个散 给它挽回一下子 这散绝对有问题啊 人家说是带芡汁 熟透发亮 刚才那个样 咋熟它也是黑散啊 它还要加一点青豆 我家有这个冷冻的果蔬粒 把里边青豆挑出来几颗 就完事了呗 它就是点缀 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人消化不太好 OK 最后加入到我们这个炸番茄盒上 诶 它美观吗 能不能调整一下呢 我应该把这个酱 挤在袋里头给它挤 这样一摊下来吧 也行 也挺美观的吧 OK 最后的品尝环节啊 这个卖相其实看着还行 就是你开了灯以后 它没那么黑啊 这个有点凉了 但是没事 咱们米饭是热的 酸黄瓜炒粥 先大吃一口 嗯 非常下饭的一道菜啊 哇 喜欢酸黄瓜的同学们 这道菜可以一试 但是我个人建议 其实这个姜不放也可以啊 或者你姜切大点 到时候挑出去 这款酸黄瓜 你是可以空嘴吃的啊 跟肉炒完之后 它俩也是非常搭配 让你瞬间开胃 OK 这个不错啊 接下来是咱们的炸茄盒 啊 番茄盒 酱也太厚了 东北自己的天妇罗 很难想象这个味道啊 尝一口 哇 我以为会很怪 外边是甜甜的番茄酱 里边是微酸的番茄 首先味道是不错的 口感真的很怪 这个真的不能说它难吃 还不错 就是做起来有点麻烦 我知道这道菜 它肯定不会难吃 但是雷道菜 它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是没吃过的口感 它跟茄盒完全不一样 感觉在吃一个甜品 里边汁水非常丰富 一口抱歉 如果这两道菜你要做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个酸黄瓜炒肉 前提是你喜欢吃酸黄瓜 能接受这个口味 这肉菜切成傻了 这菜谱说实话 里边有很多我都没见过 清汤飞龙 这可不行吃啊 这可不行吃 OK 如果选不及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OK